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金融市托婴服务在三级警戒期间就从未间断 至于国小及幼儿园教职员日前已陆续完成疫苗接种 国高中方面也安排7月26号起开始施打疫苗 搭配体温热显仪等防疫设施 希望以五重防护力来守护学生 针对国小还有国中的学童 也有五重的防护力的一个做法 首先也是我们的国小国中的老师 也已经启动全面性的接种 我们的国小老师已经有1611人完成这个接种 另外国中的老师有1339人 这个在7月26号到7月30号进行施打 总计是2950人 此外我们补助各校购买体温热显仪56台 让小朋友在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可以及时的量测体温 来监控健康的一个状况 进到学校之后要进到班级 我们补助在每一班教室的门口 来购买这个量测体温以及手部的消毒机 894台 进入班级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手部的一个消毒 产生第二层第二道关卡的一个防护的一个关卡 另外就是同样的补助我们各校所有的学生 每一个同学都有用餐的一个隔板 所以我们采购了3万片的用餐隔板 那都已经到位随时都可以使用 最后一样也是我们采购了894台的紫外线的消毒灯 杀菌灯 每班每日上完课之后进行消毒 所以我们从托婴到这个托幼到国小到国中 那为小朋友要回到学校 回到上课的一个空间 或者是安托的一个空间 来进行完整的一个配套规划 这个居家的那个保护目标 全部通通帮大家做这个拜塞 或者帮大家做立场 针对补习班部分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7月25号对全市955位补习班教职员进行快塞 7月26号起再进行疫苗施打 包括居家保姆等也列入下一波疫苗施打对象 希望让家长更加安心 第一个是我们金融市的补教业者 那是在7月26号跟7月30号 总共有955人我们会安排来接种 此外是从8月3号到8月6号 我们针对市脏还有身脏的服务者 总共有153人进行接种 会针对居家的保姆的部分 还没有接种的 有223人来接续的为他们来施打疫苗 另外我们会针对成功路桥 还有华山街周边的这些流动摊贩 总共有362人 我们会针对这些流动摊贩来进行疫苗的接种 目的就是希望除了我们一年营成 还有预约施打的部分 那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完成造册 我们现在依次来施打 然后能够把整个社会的疫苗的一个覆盖率 还有社会的这个防疫网 把它建构得更为完整 另外金融市社区市长照机构 从7月27号起全面开放 但会持续要求各机构加强健康管理及环境倾销 建立分仓分流机制 确实维护著名健康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